吐槽大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尹正 我是一个即将删除张继科微信的 他的所谓的朋友 张继科 我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的薄情 他一直都认为 你自己是一个青岛小哥 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他也标榜这青岛的海鲜有多么好吃 青岛啤酒有多么的好哈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请我吃过 但是我经常会在别的一些演员的朋友圈里面 看到 啊 张继科又来探班了 然后一个大长桌上面全都是 什么 青岛的嘎啦 这个螃蟹 海鲜 大虾什么 还有青岛啤酒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薄情啊 张继科今天比奥运会精神多了 看来吐槽确实比他打变化学要难 问一下张继科 你真觉得西服配个休闲裤 再加个小蓝蟹好看吗 西科同学吧 特别喜欢给身边的朋友推荐 他认为特别好吃的东西 而且他每一次推荐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个口头禅 世界第一 迄今为止他已经给我推荐了无数个世界第一 可是在他眼里的世界第一 其实在我们眼里都一把 张继科为什么服装品牌代言得少 还不是因为你喜欢西衣服 张继科打起游戏来也是自我感觉超良好 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战绩0-5 张继科曾经说过 我的微博只关注100人 为此他不惜取消了对恩师刘过良的关注 现在他已经关注109人 还是没有刘过良的 吐槽明星很过瘾对不对 想参与隔屏吐槽的朋友 通过屏幕上的互动方式加入我们 下期最后一期了 大家一起踊跃吐槽 大家吐槽了这么多 但是你得承认张继科实力还是很强的 他是实现大满贯最快的一个球员 这个成绩刘国良用了三年 张继科用了445天 所以可见张继科比刘国良厉害 但是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张继科的教练是刘国良 对张继科来说刘国良不仅是他的教练 还是闹钟 要负责随时把磕磕叫醒 后来刘国良就不负责 就不在乒乓球队的 那段日子里面 刚才不是也有朋友说了吗 张继科的微博呢 就取消了对刘国良的关注 就媒体开始来放大和解读这个事 就说他们两个矛盾已久 想多了各位 谁休假的时候不想把闹钟关了 谁不想多睡一会儿 是吗 行行吧张继科 这是吐槽大会 有请张继科 好 终于到我了啊 大家好我是张继科 那今天我想问大家一个关于乒乓球的知识 我帅吗 大家果然很懂球 我比曾益可帅多了 今天很高兴看到 场上有一位 我的前辈 王楠 楠姐的脾气啊 是出了名的火爆 在训练的时候 这拍子是摔的 满球馆 没法训练 国家队啊 还因为他制定了一条纪律 队员摔拍子就罚款 每次罚款五千到一万 还是我好 撕一件衣服才两百 有的时候训练 难免会偷懒 然后刘国梁指导 就过来跟我说 极客 你再偷懒我把王楠喊来了 把你抓走 打你个11比0 再给你放回来 开玩笑 其实啊 是我打男杰11比0 原生杰 我的好 好兄 原生杰 我的兄弟 我这次上吐槽大会啊 原生杰 有一天主动过来跟我说 极客极客 我有空 想了半天 我都纳闷 老原你有啥空啊 老原跟我说 说极客 让我跟你一起上节目 到时候节目组问你啊 你就告诉他们 我是你的好兄弟 我就能得到一个通告了 那我说 我能得到什么呢 你能得到一个好兄弟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原生杰另外一个好兄弟 大家可能都知道 是王思聪 他结婚的时候啊 王思聪给他做伴郎 好多人都不明白是为什么 其实因为老原的老婆啊 是王思聪的好朋友 他自己都很惊讶 这个世界太疯狂 思聪都给我当伴郎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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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杰为其天才 虽然他比赛的时候啊 经常拽头发 闪耳光 但到最后 他往往都能赢 还真邪了 而且你看他赢的时候啊 那个样子啊 总感觉 他溃不成军 数的人都安慰他 行了行了不就是赢了吗 没大点事啊 特别还有啊 咱也在网上放狠话 动不动啊 就要让对手 血剑舞步 网友会说 哇 我们的柯柯好帅啊 说的你啊 好有血腥啊 如果我们乒乓球队说 我要让对手 血剑舞步 那网友会不会说 乒乓球最近肯定是遇到问题了 怎么才让舞步 是不是又退步了呢 哈哈哈 好多运动员比赛之前啊 包括我在内 都喜欢 听听音乐啊 来缓解自己的 这种比赛的压力 呃 但是我完全不能听 曾一可的歌 越听压力越大 七月份的尾巴 哎 七月份那场比赛 我是赢了还是输了 八月份的前奏 八月份的前奏 我可坚决不能输啊 哈哈哈 短发女人 哪有时间想女人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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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电视上 看过比赛 也发现了 柳日导 老爱 老爱 亲我 哈哈哈 他就是想抢镜 你们发现没有 他只亲冠军 哈哈哈 每次比完赛啊 做赛后分析的时候 我会问他 柳日导 我打了怎么样 他有时候会很生气的跟我说 你上一场啊 你挡住我脸了 哈哈哈 我们这代平方球运动员 嗯 可跟上一代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嗯 会遇到一些前辈们 没遇到的问题 例如嗯 柳日导会 教我们怎么打球 怎么应对 比赛 怎么去战胜对手 但却不能教我怎么 对手打扣 哈哈哈 现在去比赛啊 还有好多 粉丝啊 去给我们好多运动员 去做应援 呃 好多人都是从五湖四海 赶过来 赶到现场为我们加油 确实我很感动 但有的时候也很慌张 刚要发球的时候 我就听到 张继克 命给你 哈哈哈 发弹球我就想去救人 哈哈哈 哪还有心情打球 希望大家以后啊 好好看比赛 好好加油就行 不用把面给我 哈哈哈 我担当不起呀 谢谢啊 呃 还有啥 哈哈哈 哈哈哈 又睡着了 哈哈哈 睡着睡着睡着 醒醒醒醒 哈哈哈 我总会上一些啊 奇怪的热搜 但是大家仔细去想 其实啊一点也不奇怪 大家的微博内容 其实都差不多 晒晒鞋啊 我今天穿的白鞋啊 哈哈哈 晒晒鞋啊 写写诗啊 矫情一下嘛 不都是这样的事情吗 我会因为这些事情上热搜 还不是因为我拿过几块金牌嘛 跟我的帅脸 一点关系都没有 哈哈哈 所以运动员最重要的还是成绩 尤其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成绩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而且我们已经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 小成功都算失败了 比如我吧 只是个补补补补补的大满贯得住 哈哈哈 而男姐啊 是全满贯 全满贯就是她能拿的冠军啊 她都拿了 你们听着是不是没什么区别 其实区别很大 就这么说吧 在男姐看来 我们今天到场的六个人 其实我跟他们都一样 都跟不会打乒乓球一样 哈哈哈 大家一直以来都很关注国拼 无论赢球还是输球 当然主要是关注输球了 作为运动员 希望大家除了关注输赢之外 更多的去了解 去参与乒乓球 感受到 这项运动本身的魅力 当然 还有我的 美丽 哈哈哈 好 谢谢大家 我是上级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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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